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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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不要人家聞我 不要 下去了 OK啊 好 来 我还少多油在那边 真的好一点 想说的话用写的 要不然就得大声地说 93岁的韩爷爷 是独居在高雄的退伍荣民 老年退化又严重重听 沟通特别不容易 但这些都难不倒 韩爷爷的居家照顾服务员 刘秀梅 这个太久了 不要了好不好 不要了 周一到周五 每天来两小时 陪同就医 家务清洁 外出购物或是备餐 韩爷爷的生活 因为有刘秀梅的照顾 变得有品质了 太硬了的话 它咬不动 它就一直回锅一直回锅 反而营养流失了 而且又不好 有没有烂 这样子吗 他很喜欢吃地瓜 而且地瓜的话 有那个纤维纸比较多 因为这样可以 让它排便顺畅 地瓜稀饭帮助排便 还有爷爷最爱吃的煎带鱼和鱼汤 再加上先煮后炒 软烂好入口的花椰菜 备餐不只是煮一顿饭 居家照顾服务 必须考量个案需求 在不影响原有生活模式前提下 提升个案生活品质才是重点 协助申请加装安全扶手 就连浴室也完成了止滑工程 细心观察个案生活环境 刘秀梅尽可能帮助韩爷爷 过得更健康 更有尊严 他去那个菜市场 就是那个人家那个拍卖的 花那个鞋的 就他就因为他耳朵背 听不见 就他一直问一直问 吵到人家了 老板就不高兴就骂他 结果看到我说 我就说老板 你不可以这个样子 今天的他明日的你 希望社会对年长者 更有同理心 因为刘秀梅虽然身子硬朗 但其实他也75岁了 我没有把自己的年龄 记在这里 我没有也没有放在这里 我想我能动的一天 我就尽量动 我总有一天 也是需要人家来服务的 为什么我不能现在 先服务人家 毕竟我还有这个能力 担任居服员将近18年 刘秀梅是资深大前辈 他看着政府的长照政策 不断推进 但不少民众 对于居家照顾服务员的认知 仍普遍落后 我去的时候 他在房子里面 给人家讲电话 我在外面按门 结果他就说 他就讲说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工人来了 结果他开门进去了 我就 娃娃 我不是你请的工人喔 我是市政府派来 帮忙你的喔 我还是要导正他的观念 照顾服务员是专业人员 必须通过政府规定的训练 即考核 训练内容包括 老人常见疾病照顾事项 认识家庭照顾者与服务技巧 等核心课程 需受训50小时 以及急救 备餐 清洁运动等 10座课程 共8小时 综合讨论与课程评量 2小时 最后还要临床实习 30小时 基本上就是照顾的七大技术 他们其实是要上很多的一些 像居家运动的课程 我们会有这样子在 平常在职训练会去做一些的安排 那可能会依照他的个案 去导入适合他的一个活动 你喜欢秀梅姐来家里吗 喜欢 真的 走了 好 拍拍 好 拜拜 每天离开前 不忘拍拍电视下的提醒标语 提醒韩燕燕注意安全 刘秀梅目前有七个服务个案 一周五天从早忙到晚 对服务个案而言 居服员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这个工作当中 我真的得到很大的快乐 谢谢家爸 然后透过我们去跟他聊天讲话 对不对 让他心情更开朗 就像求你一样 他很爱讲话 那我比他更爱讲话 好了 邱莉我们今天要出去 那你出去走一直 你们两天很像朋友 对 我都知道他要像我姐姐 让他大我一岁 陈秋霞照顾邱莉 怀恩 两姐弟已经一年多 姐弟都快六十岁了 两人都是身心障碍人士 家中八十多岁的母亲也灵患失之症 陈秋霞一周有两天来进行居家照顾服务 主要服务项目就是陪同姐弟 外出散步与协助沐浴 邱莉我们去看树 看完树还做做体操 我觉得最棒的 真的邱莉的心情变开朗了 刚开始我第一次要推他下来 你知道他帽子丢在地上 我不要出去 他不肯出来 可是他现在你看整个 你看我每天去 还没有到他帽子也戴好 全部都准备好了 陈秋霞帮助邱莉姐弟 但其实在从事居家服务的过程中 他也得到了治愈 我先生离开了一年六个月 又一天 当空闲下来的时候 看到房间跟先生的那个照片 哇 常常在哭 经过一段时间 我觉得说日子总是要过啊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有这个多的能力 来照顾他们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 他让我生活真的有个重心啊 家里瓜就慢一点 轻轻的就不会流血 像陈秋霞这样的居家照顾服务员 就是2025年 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后 最重要的人力资产 根据卫福部统计 在长照2.0上路前 2016年的居家照顾服务员人数 只有9523人 2017年长照2.0上路后 就从10478人逐年成长 到2022年4月底的最新数据 居服务员人数多达48467人 较2016年成长3.64倍 而照顾人力增加也代表着相关机构数量增加 居家服务的成长速度超过我们的想象 常在1.0结束的时候 居家服务才170几个单位 到今年已经超过1400个单位 那个是管理根本就是完全跟不上 所以以至于在这段时间 居家服务就产生了相当大的 我们所谓的市场竞争 市场出现的不只有竞争 还有乱象 有人就是请他机构会来 我们都说前门打 他就过来直接找他骂 说我换我们服务看看好不好 坦白讲这个是我们常在2.0的乱象 的确蛮多单位是这样子 我们都讲叫做带墙投靠 他就是居服员留不下 那他就把他的个案都带走 居服机构彼此抢人挖角 就算为服务有明定薪资标准 全职居服员月薪32000元起跳 实薪制不得地于每小时200元 但部分机构用拆账几薪制 制造模糊空间 例如喊出实薪325元 用高薪抢人 但最后才发现居服员与机构 要六四分账 居服员最终时薪连200元都不到 我们2.0几支付我们开始不再用实数 我们是用切服务项目 所以今天你服务一项项目 我可以给付你多少钱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给付的改变 那也让造服员他觉得 他只要有效率的在一定的时间内 把这个按家的需要的服务项目 把它完成 那他其实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报酬 服务项目越多 报酬越高 部分居服员只好压缩服务时间 增加收入 不少拆账制的居服员 月薪高达8 9万 但求快不求好 服务少了温度 我本来一个位置20分钟 10分钟就做完了 那我就可以走了 所以那个我常常被批评说 服务没有温度啦 就会做得很草率 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问题 林经利是长照机构负责人 也是行政院长照推动小组委员 深耕长照领域20多年 该如何在居服品质 与居服员薪资福利找到平衡 他从日本自立支援照顾模式 寻求解放 对于服务的提供上面 能够因为愿意多做一些时间 然后在生活照顾中 支持一个可以自立的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有另外的 给付上面的支持 就像日本他们现在 推出所谓的叫科学介護 就是科学照顾 就是他们有很非常清楚的 科学上面的设备上的支持 然后当一个个案进步 他们会有另外给一些奖励间 2006年 林经利赴日本参访 将日本自立支援照顾模式 引进台湾 所谓的自立支援 就是透过照顾策略 尊重长辈的生活经验 让长辈能逐渐回复 原本生活的能力 但要达到如此理想的照顾境界 机构中的所有人 必须都不嫌麻烦 要能上下一心 有一个角色最关键 林巧文是居家服务督导员 负责的区域在云林斗六 他负责管理的个案有六十位 管理的居服员有九人 六十五岁的高吴立朱 就是其中一位居服员 我们比较像伙伴的关系 因为当然如果他们有犯错 或是有需要管理的部分 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角色 就是管理的角色 居家服务督导员 要能掌握居服员与案家之间的状况 适时协助调整服务项目 监督管理居服品质与效率 林巧文一有空 就会陪同居服员走访案家 居服员与案家的需求 他都得放在心上 居服其实它很关键 可是台湾应该我刚刚讲的成长太快 那个整个速度太快了 所以进来当居都的人 他的资格基本上并没有太严格 如果这个单位是新单位 没有师徒传授的这种好的管理制度 居都怎么会知道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他到后来只变成是拍班 到后来甚至不是拍班 居服员自己拍班 他后来变成只是做行政和销 他没有时间 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个案接触的时候 个案守的一定是这个居服员 所以居服员说什么 他们当然就会跟着居服员走 少了上面的这个管理 加强居都管理训练 并给予居服人力奖励津贴 林经理更建议政府 需加速定出各地区资源 与服务需求的参考指标 让资源公平分配 才能避免居服市场的恶性竞争 坐好 我来到都把我手揉着 然后就快乐我就很开心 我就感觉过日就快老 快老了 一个走进家中的外人 却带来最需要的照顾与安好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而那时的你又想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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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